好,首先就是在 View 中 开个 Rulers Soul Rulers 用这个 Rulers 就是这样拉上和拉側边 放在中间 最主要用来对位,对着中间 然后我们选一条线,就是由中心点拉上去 给一条线大概是五个point 的粗度 然后选取了一条线 再按 Rotation Tools 在中间 按一按它 然后给一个度数是60度 然后按Copy 然后按Shift Command D 或者Shift Control D 我们就可以将它旋转到这个图形 之后我们再选一个 一个小线 然后画它比较长 然后用剪刀去剪断它 然后用白色线嘴 把其中一点缩小一点 再按色线嘴选取下方的部分 来删除它 同样地,这个也是用旋转的工具 然后按Option 按Shift 在中间 将它Copy 之后 就Cmd Shift D 或者Ctrl Shift D 将它复制 继续 如此类推 又是拉一条线 然后我用剪刀去剪断它 剪断到脚和隔壁线都差不多 然后用白色线嘴 用黑色线嘴的力量 然后用白色线嘴 然后把这个 又是在中间 按一下 Votation Tools Copy 然后Shift Ctrl D 或者Shift Command D 来复制 最后 我们也是 选取多条线 这样子呢 就放在中间 从中间的点拉出去 然后剪断它 然后用黑色线嘴 删除下方的线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个中心点 按一下它 然後Copy,繼續是Cmd Shift D,或者Ctrl Shift D 那這個就完成了我們做那個好像炸彈那樣形狀的東西了